大家好,我是多米多罗 最近很多人都來日本 當然也會用到他們的便利商店 我在日本住了4年多 也覺得日本便利商店的東西比台灣好吃很多 但我今天不是來說他們有多棒的 我是來驗證負面留言的 就是7-11的商品詐欺 首先這個7-11是日本便利商店界的龍頭老大 他們的商品卻常常被網民說 這個是偷工減料欺騙消費者 所以我今天就買了好幾樣大家說很奇怪的商品 來看看他們到底有沒有在欺騙消費者吧 首先是這個大蒜醬的鐵板燒漢堡牌 聽說打開來非常讓人失望 馬上來打開看看 來看看是怎樣的 哦!哦!哦! 有通心粉!哦!原來如此 就是你看這個會以為這整個都是一塊大漢堡 但是沒想到它有一個通心粉在站空間 確實這個圖 嗯...確實可能有一點讓人失望 其實這個容器的厚度 跟這個漢堡的厚度好像也差蠻多 哦!沒想到這邊 它這個有隱藏的冰粒在這邊 那我來吃吃看味道怎麼樣好了 確實有... 哦! 嗯! 好吃! 味道是好吃的 那我判斷這個鐵板燒漢堡牌 有罪! 再來是這個薯片 聽說打開裡面少得要命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怎麼樣的感覺 哦! 哦! 看起來 以這個容器的大小來說 的確是蠻少的啦 那我來吃吃看好了 嗯! 嗯! 好吃! 不過這個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薯片不都這樣 裡面都滿空空的 那我判斷它 有罪! 再來是聽說三明治的料很少 那我們來拆開來看看 三明治的料很少 嗯... 嗯... 哦!還... 還好耶! 還蠻... 還蠻多的啊 嗯... 嗯... 那麼這個三明治的沒有住耶 那麼聽說這個濃厚巧克力蛋糕 也很讓人失望 我們來看看 那我把它打開來 哦! 巧克力蛋糕 哦! 這邊有奇怪的空間哦 哦! 打開來 哦! 這個空間有點大哦 巧克力的... 哦! 這個放叉子的空間 有點摳哦 哇咧 的確啦 裡面 巧克力蛋糕的部分 確實有一點少 看 以這個包裝紙的大小 它巧克力蛋糕佔的部分 只有差不多四分之一 確實 這個放叉子的空間 確實有一點討厭 就跟那個水影片的youtuber一樣 重點只有幾句話 影片弄得有夠長 好,我來吃吃看好了 哦!好濃哦! 那麼這個巧克力蛋糕 好,有罪! 最後是這個熟成烤魷魚 來看看它是怎麼樣的吧 打開打開 打開打開 哦! 哦! 這邊有一個放醬料的東西 哦! 乍看之下 你會以為整盒都是魷魚嗎? 但其實魷魚蛋的部分沒有 到這裡 這邊有給你放醬料的地方啊 嗯... 嗯... 來吃吃看這個魷魚 嗯... 嗯... 很魷魚 那我判斷這個魷魚 哎呦,對! 那麼今天的驗證就先到這裡好了 我看了幾樣 確實是有讓人失望的部分 但如果我今天沒有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在罵的話 我自己平常買來是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想法的啦 不過我還是會繼續去Seven買東西 因為他們的冰淇淋啊 還是那個烤魚什麼的 我都很喜歡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其實我本來還想買一本色情雜誌 然後說 那我看看裡面到底有沒有 捏捏 然後看完就說 有捏捏 嗯... 然後還覺得自己怎麼像個笨蛋一樣 然後我就不買了 那... 我們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再見